等一下 你說這個是蓋亞開頭 對 我們這應該是蓋亞計畫的開頭 好 大家愚人節快樂 然後冠廷還發言說 對啊 明天就會上真的啦 沒有 沒有上 還沒有搞完 大家現在聽到這一集的時候 已經離上一集應該過了整整一個月 你說離冰與火之隔 那發生了什麼事情呢 一來就是 其實這蓋亞計畫是我們更早以前就錄了 我們今天終於解決這件事情了 就是因為我們器材的關係 所以我們其實每一次錄音起碼 都是七個麥克風來錄 然後有各種的線材跟電源問題 跳電 不同步 亂七八糟的 對 像蓋亞這一集 冠廷的麥克風來放反了 他等於是簽到另外一個備用麥克風 這樣子 那我們終於買了一個 7POL的USB的一個HUB 希望 還蠻帥的 我們今天錄 完全沒有任何問題 以前每次高好都會暫停一下說 啊 這麼鬼 怎麼有點沒有對上啊 那我們甚至還少了一集QE 那還存在嗎 存在啦 但是他實脈對不上 然後有一段會突然間消失 因為那個論述整個都被砍掉 結果就放棄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不會再有這個問題了 還是有理論之害啊 因為有幾次是我麥克風按掉 那是高了電腦沒電 我們的那個藍色麥克風 大家有看Youtube 藍色就是那個紅色的麥克風這樣子 500的麥克風 對 我們常常就是講一講突然間那個 但是他很明顯 突然按掉 LED就整個都灑入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我們原本其實急速超前 現在被消耗掉 我們現在沒急速了這樣子 不是因為我們也有點久沒有錄了嗎 對啊對啊 大家在聽到這集的時候 應該已經上那個 Drogonoff Drogonoff 我們後來沒有錄音嗎 沒有錄啊 我們沒錄Podcast啊 我們只錄了 是因為我們花很多時間在調整攝影 攝影就搞了一天 陳恩 欸這個可以講嗎 肯定是可以講的 我們有高級器材 有高級器材 我們已經決定把那個 周伙伴Podcast 那個Podcast去掉了 我有翻 YouTuber 好 喔對 所以大家可以關注我們YouTuber 其實這一段時間就是我們的一個 實驗跟轉換期啦 對 未來會有更多的YouTuber發展 影片的數量會變多 數量會不會變多 不好說 但質量會變多吧 質量應該會變好 就是現在東西都做不到 2020的那個TOP5 好一定一定 那一個質量高很多 那個應該畫質 畫質超讚的 現在大家聽不到冠婷的聲音 冠婷去上班了 好 所以蓋亞計畫在這時候才出 原因就是因為高爾有另外一個YouTuber計畫 對 恐怖進行 大家應該已經看得到那個 蓋亞的規則了 總耗時超過20個都會好 高爾那時候玩那款遊戲就立志 一定要很漂亮的把蓋亞規則講清楚 你說路加減錯 聽到一個陌生的聲音 就是我們就是蓋亞計畫的擁有人 就是consumer 就是從規則整理到錄音到錄影 包含最後剪輯什麼的 錄完我覺得 就會超過20個小時 對 還有一些地方要小改一下 我還沒有 現在錄音這個當下還被抓到book 然後回去好來改 馬上抓蟲 除蟲他是 對 希望大家會喜歡這個 蓋亞計畫的這個規則 跟我們這一集這樣子 好 就是許久沒有聊這個開頭 就是因為我們每次都很匆忙 器材問題啊 什麼東西亂七八糟 我們都沒有時間 是因為這個原因啊 我也是我們沒有在看留言的關係 對 不要講那麼好聽 其實沒有什麼留言 現在終於有留言可以看 其實現在變成是說 大家都跑去youtube上留言 對 自從我們開始上youtube之後 大家都去那邊留言這樣 對 然後我們會回 我們就會在那邊就直接回了這樣子 對 那今天就是特別 我們久違的Apple Podcast留言這邊 有一個那個 桌友人阿蝦 還有誇我們就是馬可波羅的那個 小道消息跟桌友人的背景 他覺得很有趣 我覺得聽起來很感動 感謝阿蝦 對 感謝阿蝦 喔 因為Apple Podcast回不了 所以要在Podcast中回 原本如果你是那個帳號擁有者 可以直接回 但因為我們用共用帳號 我們自己開了一個獨立帳號去 喔 是喔 是這樣的原因嗎 因為我們沒有多一張 好 今天我們要聊的遊戲是 藍絲可以把這句話講一遍了 你說 請問我有四個人要推薦哪一款遊戲呢 蓋亞計畫 那請問我們二十個人 我們要推薦哪一款遊戲呢 捕捉蓋亞計畫 歡迎來到桌友伴帆 我們一起來聊桌上遊戲 不知道是誰開始流傳的 蓋亞計畫就是桌遊界的那個 查克諾尼士嘛 喔 對 欸 我在玩之前 我真的會覺得 這些迷因到底是什麼 有這麼扯嗎 對 因為我之前玩過的神秘大帝阿 那神秘大帝算是蓋亞計畫的 前生 前生 對 他們差了幾年阿 哇 少說十年了吧 沒那麼久吧 你大學的時候就有神秘大帝了 我這麼年輕大學 網路昨日阿 2012神秘大帝 2017 蓋亞計畫 差五年 2012有神秘大帝 神秘大帝這麼 這麼年輕 蓋亞計畫是一個什麼樣的遊戲呢 他就是一個大家各個外星種族 在星際間 爭奪地盤 他不算戰鬥 因為他其實沒有摧毀任何人 每個種族他會有一個 屬於自己的星球 那所以我們一開始 我們大家會有兩棟自己的房子在上面 接下來我們要從自己的房子開始拓展 我們自己的領域 那就是因為星球在就是場上的分布是 它是一個比較不規則形狀的分布這樣 所以我們可能需要發展我們的航太科技 才可以去比較遠的星球 那我們也需要發展一些 轉換星球的能力 然後讓其他顏色星球可以被轉換成 我們能蓋房子的星球這樣 每一個種族的那個移居的星球的形式 不一樣 像可能有一個是紅色火星的星球 他可能對某一個種族來說 他要把它轉化 只需要一點點的資源 那對另外一個種族而言 那個星球要轉化成他們自己適合的星球 可能就要需要更多資源 你們玩過橫行戰役嗎 橫行戰役 就是電腦上的一個遊戲 在英文叫什麼 Stereolus吧 對我覺得他們很像 只是它也是一個 你會選不同的勢力 例如說我選人類 那可能也有移居跟不移居的星球 就它也是有一個Teleforming的過程 但是蓋亞計畫的特點應該就是 這14個不同的勢力 他們的能力 讓你覺得玩起來的策略完全不同 我覺得玩不同種族的時候 就是玩遊戲的方法跟思考模式 會不太一樣 其實你每次選種族 雖然它能力是一樣 但是你的鄰居不一樣 你的體驗會不一樣 因為這次我可能旁邊兩個 一個星球轉化的那個星球 都是有對加的 什麼叫有對加 就是我的遺產地 如果是你的原生地的話 你說就是你的領地很可能被別人搶走是嗎 對對對 就是你附近的土地 可能很快就會被別人擠滿了這樣 就除了自己選自己的角色 會有自己能力之外 別人選人的角色會影響你整個的發展 就跟我這一局 我想說我玩了人類 人類就是一個去擴展蓋亞星球 蓋亞這個其實是大地之母的一個意思 所以這個遊戲 蓋亞計畫這個東西 其實是把一個超能量星球 轉化成實體星球的一個過程這樣子 然後人類這個種族呢 它的特性就是 比較擅長去做這件事情 很會轉 創造星球這件事情 對 結果這一次就是 別人酷酷彩犬 冠廷選了一個一樣搶蓋亞的種族 結果我就 格倫星人 格倫星人 結果我就被蓋亞爆了 我沒想說高爾這一次可以體驗到 就是蓋亞計畫的全部 因為高爾上一次玩那個大使星人的時候 完全沒有 對就是可能沒有用到 就是轉蓋亞這件事情這樣 我這一次有體驗到 但覺得策略上沒有一個 貫徹 貫徹所以就有點空虛這樣子 對 每一個種族都有自己的一個特色 但是這個特色不是一切 就是在遊戲的過程中 你可以去升級不同的科技 就很像是你在玩文明帝國的時候 你可以選擇你要走 武力真如 窮兵讀武的一個文明 或是你想要走 宗教 宗教 或是你想要走科技 貿易 對之類的 那在蓋亞計畫也是這樣 因為它有六條不同的科技線可以走 那你可以去花費你這個種族累積起來的知識 然後去升級其中一條科技 或者是在建造一些學院 對 或是建造就是 跟科技有相關的建築 然後就可以同時的去演進自己的各種科技術這樣子 對 簡單說就是你在遊戲的過程中你是會有取捨 例如說你覺得我現在好缺工人喔 所以我就 多蓋一點就是礦場 對礦場 有工人我就可以更快的去擴張 或者說在中期你可能會覺得說 我好缺科技喔 那你就需要去蓋學院 或是你需要錢 你就去蓋交易站這樣 所以我覺得它整個過程的策略是很自由的 就是說我會在回合的一開始就開始想說 欸我這回合應該需要做到什麼樣的程度 那我覺得另一個點就是蓋亞計畫這個遊戲分成 六個回合 那每一個回合我們會翻開一個叫做回合分的東西 就是說你在這回合做了什麼事情就會加分 它不是主機喔 它是起始設定你就看得到了 對對起始設定就看得到了 但每一場遊戲的環境是不一樣的 而且你一進來就知道一到六是什麼樣的狀況 這就讓每一場遊戲的變化差很多 對就像我們這一場遊戲 第一回合是開蓋交易站加三分 那可以預測說大家可能就會 比較想蓋交易站 對比較想蓋交易站 高爾甚至想蓋兩個交易站 我來阻止他 對先不要真的先不要 蓋亞真的很難講規則欸 有點難從講起 我們請大家期待桌遊辦飯YouTuber 我們會有高爾超速記 我希望這集出來的時候規則可以擠出來 希望我成功了這樣子 讚你就不用在欠在這個時候把規則講清楚了 只要講差不多就好了 這個蓋亞實在太龐大了 我原本就是喊說我要20分鐘錄完蓋亞 但我今天再玩一次就 其實還是會有很多規則漏掉的 不過蓋亞的UI真的設計得很好 你永遠都找得到規則reference 就是像是說科技在三四五個時候有分的這件事情 你可以在板塊上有某一個角落找到它提示這樣 而且神秘那時候我記得是一個大版對不對 但是蓋亞是分成三個小版 神秘是一個地圖版 然後跟另外一個是魔力版 那個魔力版是 是祭祀的 但是蓋亞多了一個回合分的 回合計分吧 這個也有吧 神秘的是在板子的最左下角 對對對 我覺得這樣子其實就是呈現上會讓我知道說 我現在要看回合分的 所以我去看那個小版 我現在要爬科技所以去看科技的這個版 就我覺得它讓我覺得很感動的地方就是 它的UI介面整體都是對得上的 有一致性的這樣子 整個都是太空的 而且還有一個我很有感就是 以前在神秘大地有一個叫陸王計分的 城市連起來最長的那個計分 它沒有一個辦法讓你在中間可以去記錄 就是蓋亞計畫裡面有這個 你是隨時可以更新目前大家的一個 場上的狀況 對因為在神秘大地裡面沒有辦法 我就只能一直 重複數 對重複數然後就覺得很煩 就放棄這樣 每一動都在數 對對對 剛剛講的是那個整場的結束的最終計分 所以大家在做可能要搶最終的一個bonus分的時候 每一場的開的環境不一樣 然後大家的就是玩法跟策略也會不太一樣 而且這也會影響到你的選角 你會先看完你的最終計分 跟你每一回合的計分才去選角 嗯 蓋亞這遊戲的策略就是從 選角開始了 你可以先看環境來選角色 我覺得種族這件事情我玩一場 然後我也是最後一名 當然我對這個遊戲最驚豔的就是 我那時候選的是大死星人 嗯 然後大死星人他的特殊能力 就是可以讓自己的堡壘 跟自己另外一棟小堡壘互換 小的那個礦場基地 對 小的礦場基地互換 然後這個特殊能力 就讓我覺得 喔好有代入感 因為他是大死星人 所以他可以到處去聯邦 做朋友 對他自己到處去達成聯邦 就覺得喔好有代入感 講到人類我覺得很好笑 我很佩服他的就是那個人類的膚色 喔是黑人 不是他的顏色超明顯的 他明顯就是白色加上黃色加上黑色 加上可能拉丁色 全部加起來除起來的一個眼皮色 什麼意思啊 你不覺得他沒有他傾向所有的顏色嗎 他色馬掉什麼 完全沒有 他黃中帶紅紅中帶黑 你不覺得 他就是一種顏色 我覺得 他就是一種顏色 好沒關係你成功腦補了 你的腦補就是 拉丁美洲統一地球成立地球聯邦 他就是全人類補起來的那樣子 全人類融合起來的膚色 我發現好像沒有女性的角色 有有有有 你看 超新人是女生 海豚 他是母的啊 你怎麼知道 你不知道嗎 原來你也是手工 包個夢也好 男女是個大別 沒有 對某些種族來說 你把性別攤留在他們身上就是不對 好的啊 機器人 蘑菇人 你會學蘑菇人是工的還是母的嗎 這是沒有意義啊 像是瘋狂的機器 而且我覺得蓋亞的那個配件大升級 配件大升級 原本是 要塞是要塞 學院是學院 然後神秘的學院就是個原住體 我自己覺得帶路感差別最大的就是地圖板塊 神秘就是那個六角形 一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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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可能是 你覺得他是草平地 岩石平地 沙漠 當然作為一個人類 我不會認為那是一個自然地形 但我在看蓋亞的時候 他就是星球 對我來說變成一個很合理的宇宙這樣子 可是其實神秘的那個黃色種族 他的那個種族的造型 就像是住在沙漠的遊牧民那種感覺 他也有飛坦人 對他真的是飛坦人 所以我覺得應該還是 還是有點帶路感 但是我覺得配件上 而且我覺得我比較喜歡宇宙的主題 剛剛我剛剛講的是 神秘的地圖六角形裡面就完全是地了 但我們這個蓋亞的地圖 六角形裡面是一顆圓形的星球 他對這個圓形的星球特別滿意 沒有就是你覺得 你真的是在看一個星空 但你不會覺得神秘的這種 六角形的這種 因為土地不是六角形的 對你不會 但是星球是圓形的 你不會想像一個正常的土地 他是六角形去一個區塊一個區塊一個區塊 所以貼近現實跟直覺來說 就是蓋亞的原型會比較符合你的經驗這樣 你可以想像自己是一個外星人 但你要想像自己是一個奇幻的異種族 就已經有一點門檻了 然後你還在一個比較沒有辦法 帶入的一個環境在下在操作 我認為他本質上還是一個就是一個抽象遊戲 我覺得沒辦法啦都八年了 就是他的設計的確有點故事 那我其實覺得神秘他的那個風格 是他有自己的特別的感覺 就是他是一個比較奇幻風格 然後就是一個中途世紀的感覺 比較來說就是蓋亞可能就是一個 有點像 maybe 戰錘40K那種就是 就是一個高科技的一個現代化的一個設計 神秘大帝就是另外一個西哥馬時代的那種 就是比較奇幻風格的種族 我覺得兩個就是看自己喜歡哪種風格啦 對我來說是這樣 欸神秘不能Solo吧 神秘不能Solo吧 對因為我覺得我記得這遊戲在Solo界好像 對對對很厲害 風評也蠻好的 你說僅次於經濟島 經濟島不是Solo遊戲嗎 經濟島可以多了嗎 因為很多策略遊戲的Solo都做的很粗細 對就是 就是拿一個機器人給你玩這樣 然後你會覺得欸玩玩不知道自己在幹嘛 但是神秘的Solo似乎是風評很不錯的一個 你說蓋亞的Solo 對蓋亞的Solo sorry 蓋亞的Solo在那個 那個BGG上還是推薦度還是有70% 是算車禮遊戲算蠻好的 畢竟現在這個年頭 不做個Solo怎麼行 不過我覺得它這個蓋亞計畫就是歐式遊戲的表率 我同意 對 它沒有那種就是智障打人 就是什麼攻擊你的蠢壯之類的 但是 你怕老遠 對就是那種Solo建構 然後就是你是用區域控制的那種方式去佔據別人的出路那種感覺 它其實也是那種零運氣的遊戲 對 就只有 我想不到欸 沒有它沒有 因為一開始資訊都公開啦 對它說的資訊都是公開 回合分然後 總遊戲的分數 怎麼拿分都公開了 然後 當然能力啊 大家都有機會選的 對 只有那個猜拳 對 就只有騎士順位 騎士順位是運氣 其他都是車禮 但是你中間怎麼玩就是又 又是一定一回事 所以它是完全領運氣 它比神秘多的地方 多了一個大學院的選擇 神秘只有一個大學院 所以升級的時候不用去二選一 然後 它多了蓋亞這個元素 那你就 也是多了一個維度 嗯 然後它多了QIC這個資源 QIC就是量子智能方塊 量子智能方塊 對 就跟死心一樣 是什麼不用知道 反正就是很厲害的東西 對 而且配件看起來也蠻酷的 就是一個缺一角的方塊 QIC它現在的功能是 可以提升兩點航海 做獨立的QIC行動 然後 在神秘是沒有這個 快速行動可以提升航海的 這件事情 對對對 加兩航海 我覺得那個 有剛剛好玩的情況 戲劇化 讓遊戲整個過得面戲劇化 你大老人跑過來 就為了攻擊我的手中 就是為了入侵我的心急 謝謝我 每次 我剛好還會說 我現在要進行 大潛行 大航海 人類大航海 我要去蓋牙 丟三個QIC 丟四個QIC 一次飛幾千公里的距離 我要去實現自我 然後成人就傻眼說 超傻眼 你 後門直接被督 我原本想說我隔壁的星球 沒有人會來 真的 對 在神秘完全無法體驗到 這個遊戲體驗 對因為都是算得出來的 就是他最遠就是走那邊 對 但是在蓋牙你還要算他的QIC 他有可能莫名其妙就是 開那個Portal 就衝到你家旁邊 這樣子 對阿 而且蓋牙他把整個距離都拉寬了 包括西摩利亞 之類的 對以前是 就是一格內 一格內 對所以我覺得差蠻多的 就是遊戲會出現更 無法想像的那種進展 喔 所以地圖其實更大 地圖算更大 但是互動沒有漸落 反而神秘大地就是 大家擴張的速度是 可以預見的 而且會蠻慢的 我知道 我覺得因為神秘大地就是 土地的格子比較多 然後蓋牙計畫的話 他是中間那個空白的 宇宙空間 對宇宙空間比較多 我覺得差別在這裡 所以其實神秘大地大家就是 可能會 一個點然後臨近開始擴張 可是神秘大地有隔壁 我想到對 神秘大地你會被卡死 對 你可能被圍一圈 你被圍一圈 你可能那三棟房子 一直都不能升級 那你就永遠都 無法形成連邦 但是在蓋牙計畫 你可以自己飛出去 形跡大齊航 對 創出自己的一片田 你也可以花一堆魔力 然後開一堆衛星 把自己連起來 像最下來真的都沒有那麼卡 對 以前卡別人就很激發 就是 體驗會變糟 就是如果你被卡了 而且神秘大地有很討厭 一個地方是 他形成連邦的時候 這個UI很差 就是他要四棟房子 才能形成連邦 但是我在整個地圖上 永遠找不到這個東西 我每次都會忘記 因為蓋牙是只要七點就可以了吧 會出現兩棟房子 就直接連邦的那種狀況 以前一定要四棟房子才能形成連邦 然後他有一個大電的能力 是只要三棟就可以 也是一個蠻進化的地方 我覺得其實蓋牙玩起來 爽感比較高 神秘有點痛苦太多的感覺 就是太卡了 然後就是你蓋中蓋西 就是為了那幾分 他痛苦還是在 只是你變強了 對啦 可是我覺得像是 例如說你覺得電機的次數變多了 那我覺得就是雙感變高 雙感變高 雖然就是大家的雙感一起變高 但是遊戲玩起來就會變得 讓你比較不會有那種阻力 電機 剛剛你都講電機了 電機的詞 我是蓋牙警察 每次聽到電機 幹電機殺小啊 誰會用這個電機這個詞 痛苦還是在啦 我覺得他特別的地方有三個 一個是你在升級的時候 你會犧牲掉原本的收入 去換到一個新的收入 這個機制在其他地方比較少見 其他地方就是你拿收入就收入 神秘也是吧 這兩個是一樣的 就是這個遊戲獨特的地方 它的升級是 你要砍掉一個手 你才可以長出一隻腳 對就是要先砍掉自己的某個東西 才可以去換新的資源 大部分遊戲就是 我拿了資源 他就一直給我 一直給我 但他的那個資源轉換 滿活的 滿活的 就我兩次玩 我的一開始 我都會覺得說 快速行動就是 什麼Cube轉什麼 這個轉這個 就我覺得 兩次玩一開始 怎麼這麼辛苦 但我只感受到一下下 我就開始 好像還是 這邊還是有出路 還是有出路 就可能到中期 你就有一種 不會沒有這麼沒有回饋感 他其實回饋感都可以拉起來 對我覺得這點是很棒的 我覺得是因為就是 我們在遊戲初期的時候 我們的資源量是非常有限的 所以在這有限情況下 我們可以做的事情就比較少 但是因為我們可能 進六回合 每一回合 我們都會 可能多蓋幾棟房子 然後多升級幾棟建築 那這個升級跟建造 就會讓我們 每一回合能用的資源 越來越多 所以在遊戲後期的時候 大家的行動數 就會變得很多 那這時候你就可以 就是感受到說 你有很多選擇 然後跟不同的變化 可以去思考 然後跟抉擇 我覺得這一點就是 他在一個遊戲進程上的設計來說 我還蠻喜歡的 我去看神秘的美術 覺得進步好多 但我覺得是風格不一樣 其實我覺得他 就是比較喜歡哪一種的問題而已 我覺得其實原本神秘美術 已經不差了 我覺得星際主題這件事情 就是一個可帶入感 那其實你原本就是喜歡抽象棋遊戲 那或許神秘 以美術角度來講 可以更對你的味 但其實我覺得神秘大帝那時候 我一開始玩的時候 最新我的是那個 轉魔力的系統 很漂亮 因為轉魔力的系統 是一個就是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特殊的機制 那這個魔力系統 在就是奇幻風格的美術上 我覺得是非常非常合理的 以美術上來說 是 但是以機制帶入感來說 我能量爐 我可以想像說 喔對 三階能量爐 我可以很好想像 作為一個科技主題 能量提升轉化 因為它叫做魔力 對 魔力轉換爐的概念 魔力 每一個種族都有自己的魔力 蛤 這個這個東西在 蓋亞還是叫魔力 能量吧 能量 喔能量 合理 就是大家共用一個科技的 想說這是一個沒有魔法的世界 你想像蟑螂那個魔法 我是魔法蟑螂 神奇魔法蛋 我同意真的美術來講 它那個真的畫得很漂亮 它的那個神秘大力的轉換爐 我真的也覺得 我第一次看它就 哇 它對於讓我在進入這個規則的門檻 有一點點的降低 就有點享受 神秘的那個魔法爐 感覺很像什麼 昆蟲的剖面 有啦 就是一個靈片的感覺 會嗎我覺得是腦袋之類的 這個魔力系統其實是最有印象的 就每個人玩過神秘大力 可能十幾年前玩的 五年前玩的 然後他都忘記怎麼玩了 他記得可以爆魔力 可以轉魔力 他幾乎是唯一獨特的 我們也看到其他遊戲有這個魔力系統 這太特別了 太特別了 我神秘大力的魔力爆了之後就回不來了 我記得 所以一開始好像每個種族的魔力都非常多 比如說一開始可能十幾個魔力這樣 然後就是你自己要決定說 你最後要幾個魔力在中間輪轉 可能最後剩四個在這裡做 我就不能做六魔的動作了 對沒錯 但是蓋亞計畫就是我們有新增魔力進來的一個方法 對而且還蠻多種族也會有自己的一些巫術之類的 對而且魔力還可以拿來蓋衛星 基本上都做得到 就是你自己內建的要塞就會有 對所以是很難你的魔力會爆到 就是我覺得也是把容錯度去增加 以前不小心爆到剩三個 阿怎麼辦我只有三魔力 一輩子就只有三魔力 對對對 有時候腦衝 腦衝就會想腦衝爆一點 我這回合一定要卡他那一洞 然後這次我剩三魔力也沒關係 沒錯 所以我才覺得蓋亞玩起來就是神秘的威力在那裡 對對對 它沒有那麼卡 對你說主題上可能各有喜好 但是就是整個機制玩起來 我覺得是覺得是加分 我好想噴那個神秘的那個科技版 那叫做宗教 宗教祭祀版 對祭祀版 我覺得我第一次看到祭祀版的時候 腦袋好痛 完全沒有帶入感 真的是有點在看公式的那種感覺 結果我真的是以規則 在被規則的方式在進入這個遊戲 因為以前神秘大記的祭祀版 它只有四條 然後四條上面沒有任何功能 它只有單純的槍誰比較高 誰比較更淺層 它只是一個單純的積分方式而已 對 而且你可以完全不走祭祀就可以玩 但是在蓋亞計畫裡面 你一定要走科技 對 科技裡面有就是轉化星球的科技 有航行的科技 對以前的航行跟轉化是 分開的兩個動作 獨立的升級 對 這樣子跟整個故事比較連結 對 他把這個進度條跟那兩個升級 把它合在一起 我覺得是很厲害的衝角 當然這整套規則系統沒有變得比較簡單 但是對於你去串聯起來簡單許多 對我來說 對 那如果你們要推蓋亞計畫給新朋友 你覺得要怎麼推比較好 從三個人開始 是嗎 四個人是最佳 沒有因為四個人我今天就被卡到了 你被卡到應該不是人數 沒有啊三個人就比較不會卡到 我可以更寬廣的群組出入 這兩個遊戲體驗不一樣 三個人你的地會比較鬆散 但是相對於你吸魔力的地方 這個遊戲特別的吸魔力這件事情 吸魔力這個地方就是 當我的建築物要進行升級的時候 或是我要蓋新的建築物的時候 如果臨近有別人的建築物 那其他人就可以吸收我的能量 對我的能量 這個其實很特別 對我就要做這個 就是因為三人的時候 一直吸不到膜 沒錯 然後我就覺得整個過程比較痛苦 而且我覺得這也是一個 就是增加互動的方式 就是說我Loading Time雖然說我每次 每次回合結束我要等三個人 但是我都會一直被問說 欸你要吸嗎 欸你要吸魔嗎 欸你要吸魔嗎 我都覺得喔要我還在這個遊戲裡面 其實我還會專注在這個遊戲上面 而且同時就是這個遊戲 我覺得我魅力的地方就是在 他不是真的那種摧毀型競爭 你就會覺得說喔這個星系複數起來的時候 就是你也有獲得好處這樣子 就是你會盡量想要蓋在別人旁邊 因為他未來也會升級 升級你就會有魔力 對像我剛剛就是一直在蹭別人旁邊 對蹭來蹭去 不是那你那麼會飛 你是會飛的這樣嗎 大部分的戰地遊戲你戰掉之後 對方就會很痛 但是這個遊戲你戰掉之後 可能還蠻開心的 可是我覺得還是很痛 當然會痛 因為我會故意留一兩個讓大家進來 我就可以吸魔力 是沒錯 就是有互相幫助的感覺 對對對對 你會隱約覺得他應該是有星球間貿易啊 之類的一種 可是我覺得他還是 本質上還是一個戰地盤的遊戲 就是說在一開始 包括你要看整個行星的路線 然後去戰 因為自己跟下棋一樣 你佔了A之後 A後面的D 你會有很大的優勢 就是進水樓台的感覺 對如果你沒有先佔他那個A 那可能你後面就有點Key 我這一場就是被冠亭佔了一個關鍵點 我自己沒有意識到 然後接下來就完了 因為那個點就是 就是航行內 對航行兩格內有很多 這是高爾想要的星球 對 那可能一來一往就差十幾分 我想到他跟一般的戰地遊戲不太一樣 一般戰地遊戲 比如說我有一個角落 我就去往那個角落發展 那角落都是我的 我會過得很開心 但是這裡面如果你是歸在一個角落 你會不開心 就像承承一樣 他剛剛一點魔力都沒有吸到 對啊對啊 所以你去往中間擠 去跟他搶的話 你才過得快活 應該說你要去跟你互補的那個種族 Cash又比較好 你跟任何人Cash都可以啊 就是不要歸在一個地方 但是例如說 我跟高爾如果 我們都是相近很像的那種種族的話 會搶到星球 對就是他要搶我鄰近的星球成本很低 對 那我就會很難預測說他到底要往那邊走 那例如說 來自跟我差很多 他鄰近都是山產地 那我就可以預測說他會往哪裡走 畢竟不會有人 一開始就這麼gag小 要去踩山產地吧 但是你要知道我山產地是哪些 不是我直接 過去看你版就知道 我在那邊算 對神秘以前是要用算的 對阿 這邊直接告訴你說你是 你這個計算地 我就是覺得這一點很累 就是我剛剛說的就是 他的包含轉換這件事情 我覺得神秘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suffer 但是 蓋亞上的這個轉換的這個表 就讓我覺得很單純很簡單 我覺得他這個7的數字是 很神奇的數字耶 他的神秘跟蓋亞都是7個種族兩面 然後他現在是第七名 7 神秘數字 然後聯邦也是7魔力 7 不過我覺得這遊戲 其實對新手來說還是蠻友善的 友善嗎 友善 對啊我覺得蠻好推的 不可能吧 像高雅你玩神秘的時候 你也沒玩過幾個左右 那沒有玩蠻多的啦 但我沒有真的玩很策略的左右 我可能但那之前沒有玩過重度超過3.5 maybe沒有超過3.5的左右 對 或是像現在你覺得蓋亞是你 玩過的車禮遊戲裡面 算鳴列前茅的 你說以重度來說嗎 對啊 我還是會覺得房間盃比這個還重 那是因為你會神秘了 我是說你會覺得蓋亞比較好上手 因為房間盃超難上手的 那是因為他會神秘的 不是 剛剛上次說房間盃的UIUX 會讓你串不起來 不斷地掉到地上 對對對 但蓋亞你其實是拿得起來 你之後有點像是把它接回去 完全是接回去 但他沒有真的掉到地上 你就像剛剛藍師講的 這個能量轉換圖 你記住一次 你真的就大概記住了 當然你可能會整個忘掉 但你要拿起來 超好拿回來 就蠻直觀的 就跟騎腳踏車一樣 你說拿起來就是指揮響 揮響起來 就是你馬上就QQQ 但是你說像是房間盃那種 對你再跟我重講一次 好 我好像 我好像要把它接起來了 結果你之後掉起來 你拿回來你還是接不起來 他就跟背元素表一樣 背了完全不知道幹嘛 對對對對對 就是背跟一個是可以串起來的東西 不一樣 所以我 我覺得蓋亞是一個 你想要嘗試重度策略的首選 對我來說是這樣子 我覺得他的重度應該是要減 如果你玩過神秘大帝 應該就可以減二了 不用你真的沒有必要 畢竟你就是玩三國志十三 跟玩三國志十三未地加強版的感覺 對啊 就是其實都 你已經懂了那個 對你已經懂他基本的元素了 核心的你已經懂了 但我敢說 我真的有從神秘那邊繼承過來的 可能只有魔力轉換爐跟轉換這件事情 你已經繼承八成了 沒有但是這兩個東西 在蓋亞都很好被帶入 很好被講解 所以我認為他不是一個門檻的重點 或是我覺得他可能是因為 因為就算你第一次玩 你還是覺得自己做了很多事 雖然你可能輸了100分 但是你還是覺得自己好像 因為這個星球上 這個地圖上遍布你的星球 雖然可能沒有遍布吧 就是也是有你文明慢慢建立起來 那種感覺 但是有些遊戲 你會覺得挫折感很高 就是你忙了三四個小時 但好像什麼都沒有 然後還輸100分 我知道你在說什麼 卡坦島 還輸100分 像我這一次我還是最後一名 當我在玩到中期的時候 我就覺得 我為什麼喜歡這個遊戲 是因為我覺得他讓我覺得 你的策略跟生命 在這個星系上都會找到出路 當然我知道我可能已經落後 領先族群一大截 但我知道我還在構築一個 有效的一個方向 他還是會繼續往上成長 就是你還是有拿分的方法 拿分的引擎 而且他的策略路線也很清楚 就像那個成人瓦的那個非慶祖 他就是用錢去換你想要的資源 然後再去換分 但是放劍盃就 不是因為蓋亞計畫 他就是有大家種族的特色 所以你在玩種族特色的時候 我覺得他在設計上 讓你覺得蠻用心的地方 在於說就是你可能 蓋每一棟建築物的時候 不同種族會得到不同的能力 然後呢 那發展的時候 你可能會得到不同的資源 這些微小的差異都是建立在 種族自己專屬的一個板塊上面 那所以我覺得這一點其實 在玩的時候大家會慢慢去體驗到說 每一個種族的特化性玩法跟差異之類的 我覺得這一點是他在種族的一個設計上 蠻好的地方 他的特化特別強 剛剛每一個人在做他自己大招的時候 就覺得哇你在作弊喔 就是那個特化會讓這個角色鮮明起來 而不只是一個資源的差異 我覺得這一點很棒 剛剛冠婷在蓋一個綠色星球加了9分 大家都覺得他在作弊 剛剛成人一回合拿了27塊收入 大家都覺得他在作弊 但是就是因為大家都在作弊 卻還能夠保持一定的平衡 對 而且會讓你覺得說 一回合收入21塊好爽喔 我下次也要玩玩看那個飛行族 盛情族 剛剛冠婷說 這個人怎麼一直在轉那顆自立球 對 現在只能講自立球是不是 你不能講那個字 蟑螂軟 就是你看到別人在秀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這個種族好像蠻有趣的喔 我下次也要玩 跟玩精英島那種感覺一樣 就是你也好酷 想體驗看完全不同風格的遊戲玩法這樣 對 就是你下次還會先打開那個蓋亞計畫 就我看到這些星系越來越複數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真的蠻美的 你會覺得他的配色很主流之類的 但我自己是覺得他這個配色非常的漂亮 嗯 我也喜歡 其實我最喜歡他的地方就是 在蓋亞計畫裡面沒有人會叫你要做什麼 嗯 就像馬可波羅就有點做得太過了 什麼意思 就是說 例如說馬可波羅玩 我在一代玩馬可波羅這個角色 嗯 他不是有兩個人嗎 對 那我如果不旅行 就會搞得好像白痴一樣 對 我就搞得好像白痴一樣 對 但是在蓋亞計畫 你不一定 一定要完成照著這個策略玩 對對對 我覺得這個點是因為就是我們每一場的環境 有很大的差別 對 就是我們六回合的每一回合的回合目標 跟回合分有不一樣 然後我們在遊戲結尾的時候就是 中局轉分 中局轉分的方法也不一樣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 基礎科技板塊 然後跟高級科技板塊 然後跟高級科技板塊 也都是隨機擺放的 對 因為那些位置其實也都有影響 我們在爬就是科技的 軌道的時候的選擇 其實你玩很多場就是我們要先看 那六塊高級科技板塊出什麼 對 你要拿哪一塊 然後再爬哪一個 等於是他組合有千千萬萬種 就是每一場我可能 其實setting完之後 大家就開始建構說 這個環境可能適合什麼策略 然後接下來就是 配合自己的種族特長 然後還有就是大家 在這個宇宙中的互動 就會建構出一個 完全不一樣的體驗 我覺得這件事是這樣 而且都是算得出來 這些都是可以 直接轉化成分數 就我覺得蓋亞計畫 也優秀在這裡 就是說每一次的 感覺跟氛圍吧 完全就像是 策略遊戲中的隨機地層 對 簡直是歐式策略的楷模 我知道了 鏟子騎士 什麼叫鏟子騎士 那個Steam遊戲 對 就是一樣的機制 對你光卡完全一模一樣 就是角色換了 對 但我相信就算玩同一個角色 你每一次環境不一樣 你的feel也會不一樣 而且還有我們剛剛 可能還沒有講到就是 其實的地圖 也可以就是自由setting 對 所以星球的間距啊 星球位置 然後跟 相對比神力大地 是一張固定的使徒 對 所以我才覺得這遊戲實施地 你要帶輕手玩 其實我覺得不可厚非 因為他可以適度的放棄某些機制 他是專心玩某個東西 這是第一次玩 沒有啦 這條蓋亞機是空的啦 你不要看他 對 他可以照自己的種族特色去達到一個 短距離的發揮就好了 他不用去把視野開到全面 你可以跟他說 你不要想像成是在跟我們打架 你可以想像成是 你要怎麼發揮自我 對 就是你自我實現就好了 對 例如說你這場遊戲的目標 就是你玩人類 然後你想要轉化蓋亞 這是你的目標 那你就去玩 當我的大死星人的堡壘飛起來的時候 就覺得 我的人生沒有遺憾了 等你玩50場60場 你再來比賽嘛 對不對 我覺得他真的 他是一個可以自然 我多玩幾場 我就自然玩得更好 的一個遊戲這樣子 對 我剛剛其實想了一下耶 我像我房間盃 我會抱怨說 我就是喜歡那個機子 其他的我覺得 沒差 可以拿掉 但我剛剛想了一下 像我們剛剛其實有很多沒有講到 像是有一個叫做回合推進板塊 這個東西就是我們每一個人 你只要首先宣告遊戲結束的時候 你就可以去拿一個有特殊能力的板塊 回合結束 但我原本想說 這個是不是可以不要 但我仔細想一下 如果我這場遊戲 我不拿這個的話 其實我反而變得很卡 收入不夠 對 就是這些 你覺得好像是各個延展出來的機制 其實也就造就了你的自由度 跟你的可變度 這一點就覺得很棒 我沒有辦法去挑剔他說 幹嘛要把他搞得這麼難 就是沒有一塊是多餘的感覺 對 真的沒有感覺 我覺得蓋亞計畫其實 它有點像是策略一些教科書 你可以拿這遊戲去教新手說 策略遊戲裡面什麼動作是優先的 例如說 花能量去換一個 一回合只能做一次的東西 這一定是優先的 比起你踩自己板上的動作 那你就可以去教你朋友 這樣是比較好測 一輪啦 一輪只能做一次 然後搶那個科技的最頂端 對 也是只有一個人可以去的地方 而且是可以算的 因為我跟他中間插了幾個洞 他才可以去做到 強奏我想要的東西 那你就可以把這個餘域 拿去做另一件 有可能會被卡的事情 那這些可以算出來的東西 讓他變成一個很好的教材 筆跡什麼 又要講房間吧 他媽的下一次開一個超強白卡 直接把我上一個行動當白癡 都沒有人對他的缺點 時間比較久吧 時間比較久 高爾這次沒有講這一點 高爾不是不喜歡時間久的遊戲 他第一次想玩三人群 我兩次玩玩我都覺得 幹怎麼只有六回合 我才正要發揚我種族的光大 結果遊戲就結束了 四小時就這樣過了 真的好吃 六回合差不多 其他的重度遊戲我會覺得 幹好浪費時間 我又沒有發揮自我 我到底浪費我的人生在這裡幹什麼 但這個遊戲是說 六回合結束了 我還沒有完全發揮我的人生 很想再玩六回合 完全以時間來看 覺得好花時間 但我認為過程是ok的 是滿足的 享受的 但我還是要說就是 其實像剛剛冠婷說 到底要怎麼帶新人玩 很難的我還是覺得很難 首先你要有一個足夠的時間 因為我覺得蓋亞計畫 就是教學你大概就需要可能 二三十分鐘至少 二十分鐘其實很痛 就是有點像是你講完的沒有錯 但是我真的懂了嗎 會有一種感覺 我覺得至少三四十分鐘 而且還要看他有沒有玩過神秘大體 不要去神秘畫 其實我覺得還好 這個魔力 我覺得大家都會講說神秘 我自己是真的覺得他的UI 他是不需要靠神秘來繼承的 他應該差不多 但是如果他會錢做的話 當然他就學會了魔力 你就可以少講一段 我看到Youtube上面有一個影片 甚至他就直接講說 你要先玩過神秘 你才看得懂這個教學 這麼誇張 我覺得交新手互打是滿ok的 就是你以一個GN的身份 你不要去當那個 求員兼裁判 我覺得這很難 你要我在一個旁邊 我不參加等三個小時 當一個GN 我也是無法接受 真的嗎 其實我覺得還蠻好的 就看就是想要創造什麼樣的體驗 因為我覺得有時候就是一個老手 對進去你可能就是虐殺人家七八十分 這時候大家可能體驗也不是那麼好 而且我覺得這個老手的體驗也不會很好 因為沒有人卡你啊 就覺得我就是這樣 我覺得在旁邊看的話 會有也是有阿爸Player 你這個怎麼可以做這一動 你可以不要當 你可以不要講話 那我覺得很痛苦 你可以當一個mentor就好了 就是可以被問問題就好了這樣 因為我覺得看拆積護主 也是一種樂趣 剛才有APP版嗎 現在沒有 只有網頁版 我覺得就是如果有APP幫助你去進入規則 也是不錯啦 對 不然真的自己來 基本上你很難說 欸 一個朋友來 然後就說欸 我們來玩Guy啊 但其實我覺得他說不定他會翻臉 他可能遊戲規則 他聽到第15分鐘的時候他就翻臉 朋友直接不見 但真的啦 就是首選 如果你想要嘗試 4左右重度規則的人 我覺得超棒 為何不選他 你們有其他的備案的選擇嗎 我覺得他蠻不容易玩錯的 因為都有reference啊 對 我覺得他比較少那種就是 欸這個是這樣嗎 然後我們就把規則數拿起來 然後翻翻翻翻翻 然後可能五分鐘就過去 對 中間那個節奏斷掉會真的會蠻給小的 就UI都很明確 頂多你自己數錯 只有這種跟規則無關的 假設你有一個每回合多拿一個工人的板塊 自己數錯 完錯 但不會有 我搞錯了 他其實每一個小地方他都很直覺 他最不直覺就只有那個高級板塊 需要鑰匙 對 其實有啦 右下角有這個 有一個提示 他都寫了 那個真的好難 沒有你有提示你就可以說是你自己馬桿看不到 沒有他就不負責 就跟房間盃一樣啊 我有寫啊 沒有房間盃沒有寫 這個遊戲我第一次玩的時候 我有一個很奇怪的 喜歡的點是他的 黃色那個我們可能認為他是金錢 但其實他的 不管是英文還是中文就是 他其實是信用 Credit 他是Credit 當然就是信用是金錢這件事情 但感覺在太空中又更高級了一點嗎 沒有他像剛剛這個科技鬼就是 他其實是個外交符號 所以從台灣人的教育體系 我其實並不會把信用跟金錢這件事情聯繫在一起 但我覺得他們很自然的就把這個東西寫成是信用 我其實覺得很有趣這樣 因為在蓋亞計畫我們不算有打架 對 就很像是國與國之間你會有外匯會有貿易會有國債之類的 這次要QE了 我是個蓋亞計賣十一 好我先 就對我來說它是一個四玩飯的遊戲 喔四玩飯 就是我覺得蓋亞計畫就是 我現在玩第三次吧 就是我覺得我還是蠻享受在每一次玩不同種族 然後甚至我也會想要玩玩就是挑戰同一個種族複數次 因為我覺得每次玩的體驗就是會慢慢進步 但是因為它真的挺龐大的 所以我覺得對我來說就是要多熟悉一點 然後我才可以就是再更有效的去建構出自己的策略 因為就是我覺得蓋亞計畫比較像是就是你有很大的經驗之後 那你看起始開出來的那些板塊 你就大概能夠摸索一個比較適合的方向跟路線 那對我這種就是比較直覺型就想幹嘛就幹嘛的玩家來說 就是如果沒有照著環境去發展的話 那可能就是分數就不會真的到太高 對我來說是這樣 對那所以就是如果想要追求一個極致化分數的話 那我覺得就是需要更大量的經驗然後更大量的嘗試 對但我覺得它還是一個就是讓我覺得蠻優秀的遊戲 因為就是大家在整個就是星系之間然後做自己的就是帝國的拓展 然後這個感覺是真的挺好的 然後就是大家互動啊 就是有時候蓋在附近的時候可以比較便宜 然後就是可以互相吸魔力 然後就是有一些小的互動跟搶資源的這種感覺 我覺得就是大家的那個互動性還是蠻高的 一直在遊戲裡面 對我覺得這一點是很棒的 就是大家是專心的 對大概是這樣是玩飯遊戲 我們滿分是五碗喔 提醒藍斯一下 我還可能不給他滿分嘛 我怕他調節一下五十碗 就是五碗飯的遊戲 這就是我最喜歡的遊戲 你說零隨機又有重玩性 重玩性這麼強 而且就像陳正剛剛說就是你很專注 而且你是很滿足的 我常常玩很多策略遊戲我會有在那裡loading 然後我就滑手機 我剛剛有滑手機 對你沒有滑手機難怪你說 我第二名喔 然後我還是要跟神秘比較 他就是太加強版了 他把神秘很多的平衡都拿掉了 然後像UI也都修改了 然後他把原本的產子跟航海 他的宗教 神秘的宗教跟產生航海 融合成一個大條科技 對他完全把舊的東西都 你都可以找他的影子在 然後把它變得更好的東西 甚至融合在一起 昇華 昇華啦 補充一下剛剛我看那個設計師才發現 喔靠他畢生真的就好像真的比較出名的遊戲 真的就是蜜跟蓋亞 我甚至有點shock 蓋亞真的不是另外一個設計師來調教還是怎麼樣 五年磨一劍 真的是磨一劍 好佩服 他就可以把這個機制完全合得非常好 然後完全沒有一個籠的東西 沒有一個多餘的東西 然後重溫性很好 每個角色都有他的特色啦 因為我會想要每個角色都玩 雖然有一些角色大家都說他很爛 但他可能還是可以找他的仇入在 比如說亞特蘭斯新人 就是每個人玩蓋亞人 每個人玩蓋亞人都知道他是一個最爛的種族 那他的能力還是很特別 你還是想玩玩看他的 對 亞特蘭斯新人裡面有藍絲 哈哈哈 那你還不玩嗎 他講得那麼好 下次玩下次玩 午晚飯 當之不愧 好我給他4.5 講一點剛剛沒講到的東西 就是我覺得他還是一個很適合去 就是如果你有一個下午的時間 然後你可能跟你的朋友 或是你想要帶一團 還沒有玩過那麼深的遊戲的人 玩一款策略遊戲的話 這個蓋亞計畫真的是首選 真的 對例如說他們可能 已經玩過布根蒂了 玩過馬可 他們想要躺是一點更猛的東西 更重的東西 更嗨的東西 有這種朋友嗎 應該有 有啊 就是終於時間到了 重點是我覺得他是不會讓有一個人覺得 靠北 剛好花那麼多時間三小 這個遊戲 就是大家都可以玩得盡興 除非他中間就飛到 那他可能就是在蓋亞之神的選拔中落選 就沒辦法了 他就只能回去玩狼人殺或阿瓦 我想到他不能搗亂或者是那個放棄 就是有 對對對 他幾乎沒有搗亂的空間 他沒有體面的離開遊戲這種鬼 對對對 有些遊戲是可以 我今天不想贏了可以搗亂 但是這個遊戲搗亂 有點難也沒意義 而且另一個點就是他 因為他是歐斯策略 所以他沒有那種可以讓你針對玩家的機制 對所以不會有人覺得他被針對了 那是你還沒有被針對到 就算你被針對到了 你多數的時候還是有出路啦 你不會說被壓在牆邊打這樣 第一個是有出路 第二個是三打一沒好處 一定要有一個人贏啦 除非其他兩個甘願當小弟 所以我覺得他4.5就當之五愧 第七名嘛 對啊 神秘數字7 對神秘數字7 好本次排名最後一名 上一次排名好像也是最後一名 疑似啦應該是 但我給放我還是會給到4.8 哇高耳的新高呢 我覺得這個4.8這個數字是 敬重就是一個重度到這樣子的遊戲 他可以做到這樣子 就剛剛說的覺得沒有多餘 然後你真的會覺得沒有得挑剔的地方 帶路感 UiUX 角色設計 平衡都調的很好 對沒有沒有得挑剔 那純粹以體驗來說的話 扣除他怎麼可以 在這麼樣子的困難度下設計出這個遊戲 以體驗說我大概有4.5以上 對所以我給他非常高的一個評價這樣子 我每次都最會民 但我還是會想要再玩這樣子 好M嘛 沒有啊這就是 對就輸的不會很痛苦 對啊不會很痛苦 就是你知道自己有做到屬於自己的特色 這樣子就很棒了 這樣子 好 那我們今天的節目就到這邊 希望我的那個蓋亞規則已經出了 好自我介紹 好自我介紹 我是什麼種族 你是什麼種族 特地跑過來 我是大死心人的高恩 我就是不當人類 我是大死心人的高恩 我不當人類啦 你們是特地跑過去攻擊他村莊的高恩 我是珍妮佛羅佩茲的人類 好我是聖情族的承恩 你是邪惡的資本聖情族 我是非常資本熊 一回合可以賺個二三十塊的 我是一隻很恐怖很大隻的飛天蟑螂 很聰明的蟑螂 有一顆智能球可以玩的蟑螂 我的種族就是什麼名字 你種族叫格倫星人 格倫星人到底是誰 格倫星人 我是不知道在幹嘛 就只好一直搶高恩的蓋亞的格倫星人 冠底 好那今天節目就到這邊 好掰掰 我是曼欣 還有大衣 我跟誰 Italians就一起打到 好嗎 你已經不是零付零 感恩 預知 很強 對